美国史上第一次针对卸任总统的审判 甚至会左右大选选情的停案 星期一终于开庭 这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向成人骗女星支付封口费的案件 而今天唯一的项目就是临选陪审员 虽然法官已经排除了50名无法公正裁决的准陪审员 可是特朗普还是攻击法官双重标准 形容这场审判是个骗局 兵胀是藤心疾法官双之 any 它终于不硬判断上还有导致 而且我们将 maar更违 因为继续有法公正裁的图入 我们有位只是上三 escal 一的调alt奎现宁华人超前面 共主自由行靠的一个内容 在这里是很好兴代的观世 就是优优的假故 也不但卿令我们确盯护舍 是这么决定的材 闯 � Bishop 岘很决定 上司一选飞 他会不会 DoncB 追踪历史性审判 星期一在纽约曼哈顿开庭 第一个程序 临选12名陪审团成员和6名后被人选 法官莫坎一开始就要求96名准陪审员 必须放下偏见和政治倾向公平判案 结果有一半的人做不到这点而被解除职务 其他人也因为各种理由无法参与陪审团 在曼哈顿这个非常亲民主党的地区 要选好陪审员可能需要几天 之后才是控辩双方的陈词和呈堂证供 特朗普一共面对34项罪名 而这宗案件也可能是11月5号 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之前 唯一进入审判阶段的案子 案件结果势必左右两党选情 得不完好吗 必须成为判阶段的案子